昨天下午疑似雨事過大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320項 一處興建案的工地路面塌陷 出現了大約一輛汽車深的坑洞 公共局目前已經灌漿回田 不過這也已經是台北市 在最近100天以來出現的第五個天坑 有議員就質疑 為何類似的狀況會一再出現 興建工地路面下線長三公尺 寬兩公尺以及深度1.5公尺 大約一輛汽車車身5人受傷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20號下午 發生了自5月以來的第五個天坑 已經灌漿回田 而第四個天坑 則是發生在19號晚上 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59巷口路面 出現了一個長寬深 個月一公尺的坑洞 路過的機車甚至差點掉進去 台北市新工處表示 主因是路旁水溝底破損 造成了泥沙沖刷 進而掏空路面 水利處後續也將進行溝底修復 判定是臨近建商施工不慎 上個月大同區南京西路馬路 兩度下線歸因與污水管破洞 前兩天在南港區則是因為排水 桑連接寒管拖管 導致地面下線 讓議員質疑 臺北市今年道路養護 預算超過二十億 為何道路品質還是不合格 公務局回應已經擬定了相關防範措施 將會加層定期道路巡查 水利處也會重點巡視管路 三韓多管旗下要避免天坑狀況再度發生 記者葉沛宣裝之前臺北報導 記者謁人 إن zijn鼓勵 �刑 記者